才看到今年春晚上最长的舞蹈节目 是一个时长达到三分五十秒 首次以舞狮作为表演主体的舞蹈节目 那往常呢 总是狮子当配角 而这次却唱起了主角 今天的春晚揭秘 一起走进百狮抱喜贺心春的母后 舞台上251名男演员 180个石头的庞大阵容 堪称春晚之最 整个舞蹈融入武术武师的动作后 整体庞大的气势 彰显出强有力的雄性气概 令人热血沸腾 这个节目的利益呢 体现雄性力量的一个纯男子节目 为了彰显咱们羊羊大锅的一种 男子气概嘛 作为本届春晚舞蹈中 最长的一支舞蹈 全长三分五十秒的时间内 最引人注目的 独一就是舞狮部分 舞台上两套梅花高装器材 由最初的一字装振 变化成十字装振 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 装振全部由演练 人工进出移动单位 而舞狮运动员 需要在没有任何测试 梅花高装是否平稳的情况下 勻气呵成 完成三分多钟的飞跃 邓兵光跳跃的梅花装 从一米七到二点二五米 逐步增加 装面只有三十八公分 四十一码鞋的大小 将将合适 站在这么小的面积 又这么高的地方跳跃 感受可想而知 几乎每一位舞狮队员 都有过受伤的经历 特别是剧烈舞动 带来的腰膝劳损 已经成为他们特殊的职业兵 而花费舞狮队员最长时间去适应的 却是节奏的问题 舞狮传统的方式都是按照古典来完成动作 由古典根据狮子动作的快慢 进行及时调整 而这次春晚 却要求舞狮队员配合着既定好的音乐来跳跃 光这一项就用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去磨合 演出中各个板块之间的配合必须天衣无缝 而梅花庄下200多名群舞动作的干扰 对舞狮队员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春晚应该说是第一期尝试 我们平时底下都是没有人的 有因为太多的演员在舞台上面跳舞 产生共振 才会摇晃 比如摇晃的话 梅花庄同时跟着摇晃 在上面跳的人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归根到底就一句话 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可视性的高技术的动作 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就不想浪费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